部分的重点大概就是讲到第三次上课 里面大概把负回圈跟坏回圈做一个说明 那这个两个回圈其实相当的重要 尤其我比较习惯用负回圈 但写作的方法你会发现 那个负回圈跟坏回圈 其实基本上它最重要的特性不太一样 负回圈多半是一个范围 会有一个初始值一个结束值 那在这个范围里面把需要做的事情做完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希望 比如玩游戏玩几次就结束的话 你可能用for回圈比较适合 那换回圈的话呢 它可能就是一个逻辑判断 后面那个为处就进到回圈 那如果不是的话就离开回圈 当然不过两个回圈的叙述方法 其实很多地方是相通的 只是说如果你用错的回圈的方式的话 当然写起来的程式相对会比较冗长 而且叙述起来看起来比较不容易理解 那我的习惯是大部分都用for回圈 因为for回圈感觉还是比较精简 为什么因为它的初始值跟那个结束值 还有步进值其实都会在同一个位置 那可是画回圈它不一样 那画回圈它表示一个条件 比如后面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跳里 尤其是无穷回圈 像比如说你跟他玩游戏 那他一直拆 反正他拆不到就一直拆 他也不要跳出 知道他拆到为止才能离开的话 那这个时候你用坏 我也比较适合 你用for回圈的话 恐怕你要给一个很大的数字 那这个数字还是会有个结束值 所以这份恐怕特别注意一下 那上礼拜最后有提到 有关于一个直触的判断的一个练习题 那今天的话呢一样 我想后面有蛮多题目 我是建议以后你可以自己再找一些 相似的练习题 自己试做看看 那主要是要熟悉什么 熟悉那个回圈的续入方式 另外我们多一个input 比如说你要把外部东西输入进来的话 那会有个input的叙述 那input不特别重要 进来东西一定会是个字串 假如你是输入一个数字 你记得一定要自己来转型 如果没有转型的话 可能会是形态错误 会跟你讲哪里错误 另外的话呢 有用到一个OS 这个OS把input进来之后的话 好像我们有用到OS的某个方法 哪个方法我忘记了 好像有用到一个那个判断直触 哪一个 对对对底线也是 就是说当那个条件已经达到了 它不是直触我就跳出了 那跳出的话呢 如果不用OS点 它变成它跳出又会执行一次那个底下的程式 所以如果你要真的让它离开的话 不能用break break它只是 break是跳离那个回圈 但是它后面如果还有叙述的话 它还是会执行 但是如果你要整个完全跳离那个 整个这个程序的话 那你就要用OS 点底线exist 刮弧 补一个零 status 补一个零 就可以 不要return一个词 那这部分的话呢 以后还是会遇到 如果你要强制跳离的话 那今天的话呢 接着就来看 如果说我们后面呢 假如说希望在 所以上个礼拜的东西 云端上都有 你可以在云端白板里面 找到那个第三个单元 里面关于那个回圈资料结构 跟制定函数部分 那后面的话呢 我们这个指数部分的判断 那当然我讲过了 其实程式的写法真的没有标准答案 真的不同 不一样的人写 真的结果会不一样 而且会非常的不一样 所以你也可以慢慢习惯 你可以用你自己习惯的方式 写程式 因为如果你自己写的 你会觉得那个很亲切 就像我自己写出来 我自己就觉得很亲切 而且不用特别去背它 如果是别人写的东西 你会发现有点格格不入 感觉好像就是相容性非常的差 你怎么看都觉得 那不是你的东西 因为真的不同的人写 就有不同感觉啦 那我有我自己的习惯的写法 那当然你也可以有你自己的 喜欢写法 这没有冲突的 所以我这边提供给各位的是一个参考的答案 你可以自己来想想看 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 也许一定有 那什么叫简单的写法 其实你可以去揣摩一下 那程式多寡我觉得倒另外一回事啦 比较容易理解会是重要的 那后面的话有一题叫Mans CAI 这个Mans CAI的话呢 它的逻辑非常简单 这个如果说我今天要做个练习题 类似像这样 假设啦 那我的需求是 一 当我执行它的时候 它会跳出一个问题为 哎 这个是几月份啊 那当你输入的时候啊 这个英文呢 好 月份 那我要输入的是几月份 那你就输入数字就可以了 OK 这就是说要跳一个英文嘛 那有点像是那个 英文的测验的那个考试的那个CAI 所以其实这一题喔 将来你也可以把它改写像什么一些 多译啦 托福啦 或者是什么全民英俭啦 一堆的英文 其实网路上早一定有 比如说像全民英俭一千个单字好了 你也可以把它汇进来 然后呢 让它用挑的也可以啦 用选择题 或者是让它打中文 打英文 英文打中文 其实都可以 那这部分的话 大概罗辑类似 只是说呢 我要怎么样 可以把类似像这样的东西写出来 好 比如说假设我先答错 他会 我乱打 打对了 三月份 好 那如果说答错了 他乱说取一个 你会发现 你会发现喔 他会一直跳回圈 有没有 他会一直跳 好 你在答错 好你又答错了 那直到什么呢 直到他一定要答答对为止 答对他就跳离回圈 答错呢 继续回答 所以这边有个概念喔 如果他 要让他一直回答 不能让他跳出来的话 那你记得一定要用换回圈 有没有 换回到当他答对的时候 才能跳离回圈 OK 那当然如果你要改一个形式 比如说 他只能答最多五次 答超过五次 就不能再回答了 那你这个时候可以用4回圈 会比较OK啦 因为你用换回圈也可以 只是说你用换回圈 你还要再加一个抗折 比如说他第一次答对 抗折一 抗折二 抗折三 那很麻烦 你干脆用4回圈算了嘛 所以喔 那个回圈的叙述 没有说 就是绝对一定要哪一种 只是说你适不适合的问题 适不适合这样来做啦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喔 如果我今天需要 这个东西的话 那第一个当然我们会需要 乱数跑一个月份 乱数跑一个月份呢 当然第一个 你一定要一个Randon 有没有 前面我们讲过Randon 那Randon的话呢 你可以从什么 所以接下来的话 你会需要什么 需要有一个List 就是因为我可能会需要 1到12月份的这个清单 那这个清单的话呢 我必须要放在 你不可能说放个变数里面 放12个东西 那如果说你要放12个月份的 那个字串喔 你就可以放一个List List我前面有讲过 一定是中国阿武开头 里面的话呢 你可以放资料 一个资料 逗点 第二个资料 逗点第三个资料 那一十类的 如果换行的话 你这边可以反斜线 换下面一个 换下面一个 最后的话 记得中国阿武结束 那1到12月份 OK 应该可以理解吧 这个List其实非常重要 前面一直强调 这个List 那里面的话 可以放12个字串喔 那这个12个字串喔 那这个12个字串喔 其实呢 最快的方式喔 你可以用什么方式 产生的 你可以跳到eSale 里面有没有 你先打一个D 有没有1月的英文 对不对 然后你可以什么 向下填满 有没有 1到12月出来 然后再来你可以怎么样 自己把这个东西 放在 我习惯是放祭祀本 然后自己在前后加 或者是你可以 看有什么方法 前后反正就是加什么 加那个 我要的这个双引号 在前后 中间加个逗点 或者你其实啊 其实像我习惯的 甚至你可以用 假设你要做出一个 像刚刚那个字串的话 其实甚至可以用什么 用那个Word 来帮忙 Word 那这个部分 我想各位先试试看好了 就是 先试着想想看 开启一个 叫Mans CAI的一个module 然后里面的话 可能会需要 第一个import random 乱数跳 然后呢 问题为 从这个list里面抓 那第一个编号 一定是0开头 0 1 2 3 1到11 对不对 所以random的话 你可以跳 0到11 随便抓一个 那抓一个之后的话呢 所以这边可以用到一个random 它有一个range random 有没有 从0到11 就是12的前一个 中间随便帮我挑一个 那我就import一个 这是几月份啊 就把一个file 回圈 让它无穷回圈 如果答对的话 那我就把这个值 把它变更一下 如果他f假设不等于1的话 进入回圈 可是如果答对了 他先把这个值 等于1了 那他就跳离回圈了 不过像这边 其实还可以再改别的方法 像这个地方 还有好几个地方 可以改写成更简易的方法 不过我想 你们先试试看 把那个Mans CAI部分 先试试看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其实程式真的没几行 就是一个跑乱数 乱数其实以后会蛮常用到的 只要你玩游戏一定会用random 另外的话呢 list 反正12个月的英文 以后的话反正也是一样 一串资料 当然在eSale里面 你可以放在 儲存格 放一栏 可是在python里面 没有像eSale 这么方便的东西 所以我讲过啦 list其实有点像 那个eSale里面的单一栏 如果真的要很多栏 你就要好几个list 只是说它的抽象 因为它是一个变数嘛 它是放在记忆体里面 你是看得到的 在eSale里面是看得到 第三个可能就是 会需要了解那个回圈 如果你要一直跑 反正你一定要答对 因为1到12个月嘛 顶多你猜12次嘛 那如果12次还猜不中的话 那你就没有了 你就 所以基本上呢 用一个画回圈 所以基本上会有大概重点 这边可能就是把random 加一个list 再加一个无穷回圈 就是 再加上一个input 让它可以怎么样 输入一些资料 答错了 继续输入 答错了继续输入 OK 所以这个可能要熟悉一下 以后的话尽量 可以的话 程式 这可以 以后自己可以把它 很顺畅的写出来的话 那慢慢你可以发现 这个Python 可以做蛮多的事情 像这种简单的游戏 那像这个Python 如果你将来把它 因为我们现在是在 Eclipse里面输入 以后如果说 你要在网页上 或者在手机上 的话 其实你可以配合像 它其他的扩充的那个 这个框架 像Jungle 这种 也可以把它延伸出去 那你就可以 比如在web画面上面 就可以做互动了 而且最后的东西 你可以把它存起来 后面我们会讲到资料库 可以把它存在资料库 那以后的话 可以甚至做一个类似的 什么什么英文 这种练习的这种资料库 线上的游戏之类的 其实也可以从这边扩充出去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 MANCE CI部分 然后 请订阅 点资料库